看我新版的双子座指甲油好闪啊 涂在指甲上也太好看了吧 简直就要闪下我的眼睛了 我要给每个手指头都涂这颜色 师傅 你怎么都涂指甲油啊 因为海菜呀 你不知道这些指甲油都是有毒的吗 别吓死我 我都快涂完了 我也没事啊 这些指甲油都有腐蚀性的 我会涂坏你的指甲的 我先离开这个视频了 爱涂指甲油的小姐姐看过来啊 我们先来做个小实验 把指甲油涂在皮筋上面 大家仔细看啊 皮筋瞬间大断 可想而知指甲油的腐蚀性有多强 这下边知道了吧 那我的手指头会不会断啊 可是我一口气买了这么多指甲油 他们该不会都有问题吧 巧了 正好我刚买了一个一大包皮筋 今天我就大方言 用他们来帮你测试一下 这些指甲油里面 哪些是有腐蚀性的 哪些是没有腐蚀性的 那就先来测试我最喜欢的 各种指甲油吧 为了更方便大家观察 咱们先把皮筋给套起来 这些可都是加强版的皮筋 拉都拉不断的 要是能把他们都给腐蚀了 那就说明啊 这毒性可真不小 已经你就位 哎我瞅着 这啥有点像是骨针呢 让我来给大家谈一曲高山流水 哎呀呀行了别玩了 要赶紧给我测呀 没问题 现在就开始了 那咱们就先来拿小鹿最喜欢的 兔子指甲油试试了 再来试试这瓶荧光吧 给它涂上去 嗯 这怎么没反应啊 不会吧 难道真没腐蚀性啊 来试试另外一瓶 这个里面还有许多的小星星嘛 涂上去 嗯 这瓶居然也没有反应啊 难道网上的视频是假的 我就说嘛 我买了这么可爱的指甲油 怎么可能有问题啊 奇怪啊 那我再试一瓶啊 这下是一瓶黑色指甲油 上面还带钻呢 滚开 哇好浓啊 就像油漆一样 来试一下 涂 嗯 这好像也没啥反应啊 整个皮银都被我涂黑了都 看来这黑色指甲油 没啥大问题啊 不行不行 我又重新绑了一些皮银啊 咱们再来挑拼指甲油试一试 这一次我挑了一些小清新绿 这颜色看起来就像抹茶的颜色 很好看哦 不知道它会不会有腐蚀性呢 咱们来试一下 头上 瞬间就炸开了 你没反应过来 脑了呀 没想到颜色这么清新 腐蚀性竟然这么强啊 第二条刚刚脾气飞开的那一瞬间 我跳下眉了 这一回你相信了吧 那咱们赶紧继续来测试一下 剩下这些指甲油吧 再来试一下这瓶 啵啵啵的双紫色 对啊 也是小鹿超喜欢的颜色 诶 这瓶子竟然没有腐蚀性啊 我要来试一下 这瓶开门红 诶 这个味道有点刺鼻啊 涂在蓝色披荐上 诶 你讲话一懂没 再涂到黄色披荐上 看来这瓶指甲油啊 是特别安全的 这瓶红色看着也不错 里面还有超多的亮晒晒呢 来试一下它的腐蚀性 涂上去 诶 没有照片了 小鹿哥们看见没 这瓶红色的腐蚀性太强了 放弄一点就炸断了 我再来试一下这瓶金色的 别眨眼睛 涂上去 我就刚接触他们一下 它全炸飞了 咱再来测试一下 这瓶薄荷率 服务 瞬间就全炸了 以为是一瓶有毒的 我要再来试一瓶生红色 打开之后 没什么味道啊 咱们涂上去试试 虽然崩开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说明啊 这瓶指甲油 也是有腐蚀性的 现在我要来测一瓶银色和一瓶灰金色 先来测试银色的 涂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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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瓶又被加入黑名单了 咱再来试试这瓶灰金色 哇 这个波铃波铃的颜色 真的挺特别 涂 全部炸开了 看来这俩货都不能用了 我要来测试一瓶墨绿色和一瓶藕粉色 这个墨绿色看起来好像黑色了 涂上去 看见没 它还是睁开了 我涂一点 涂上去 这瓶发色 火不解 它们的浮试银身材是太强了 现在就只剩最后三瓶小透明了 这瓶小透明里还有一些亮闪闪的 那咱们就先来测这瓶水瓶做吧 哇 真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涂在黑色皮镜上 嗯 没想到这瓶小透明竟然没有浮试银啊 不错不错 表现不错 那咱再来试试这一款 看起来就很高级 这一款闻起来没有什么气味 也很透明 涂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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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又炸开了 小伙伴们 能看见没 看来这瓶小透明 我已经很强了 还剩最后一瓶小透明 这瓶看起来里面一点杂质都没 来试一试 涂 涂 全都腐蚀开了 这眼睛看着倒是干干净净 没想到根本不能上手啊 这家指甲油板都再见吧 小伙伴们 赶紧回去测试你们家的指甲油板